因為這個團隊跟這整個節目的企劃 然後跟納豆都是我非常放心的 然後跟小朋友我覺得應該會基礎不一樣的文化吧 因為小朋友 我其實蠻喜歡小朋友的 就是對於跟小朋友溝通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用一些粉色的東西來讓他們覺得很像 就是女生就會很喜歡這種姐姐 然後男生也會覺得這種姐姐看起來很像小公主一樣 所以我就很能夠對小朋友搭配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在這節目上有蠻不錯的火花 有 因為我很該招的是我在睡醒的時候在看那個腳本 所以我的腦筋就一直在思考說 哇 原來是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就整個就有一點點小小的睡不安穩 所以今天頭髮要綁得特別緊 因為要把眼睛拉高 其實因為我做兒童 我做兒童去已經做了十年了 就是我以前在學校做兒童去 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跟小朋友很會相處 但其實後來發覺其實小朋友 他有點初期不易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或是講一些他們真正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節目最珍貴的地方 因為可以聽到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我覺得要更換其他 對更重心他們的想法 然後他們想法也更真誠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就是他們很真誠啊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小朋友的意思 或者他們一些話或者他們一些觀點 都會讓我真的會覺得很驚 有時候是很驚訝 有時候是很驚豔 有時候是很驚豔 因為他們有時候你會覺得 啊怎麼這麼成熟 或者是他們的想法是我們現在想不到 因為我們已經 漸漸就是比較似乎了 對啊 我覺得這種節目本來就是招架不住 就是招架不住的感覺 我覺得感覺也只有這兩個比較令人招架不住 沒有我覺得他們現在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說這種 我們今天第一次見面啦 那我覺得我相信隨著這個節目 一直錄下去大家的那個 目前越好 然後他們會會更多 我們更招架不住的問題 那我覺得 他們會更難講 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才會有 有真正的 我們大家想要看到的東西 真的 過年怎麼過 你要怎麼過 過年都是跟我一樣的 然後就回南部 跟爸媽一起回南部過的 對啊 然後就盡量玩耍 休息吃東西 我今年除夕是在那個北京嘛 然後初一才回來 回來之後我就直接會去 就是回彰化 陪老公回一下家裡 我不是很清楚這些 但是 就是希望自己真的有那個價值 哈哈 浩哥怎麼回事 浩哥怎麼回事 沒事啊 沒事啊 小朋友沒事 什麼事情啊 是誰在講話 浩哥 浩哥他也跟你 跟你爸爸 爸媽媽媽 他們在閒聊 他們在閒聊 他家跟你同鄉 好啊 那我們更多過年找一下 OK好 謝謝大家 謝謝